字幕提供 各位同學 我今天為大家推介這本書 叫做 The Undercover Economist 隱藏的經濟學家 在未講這本書的內容前 我介紹一下 它的作者叫做 Tim Harford Tim Harford 其實是一位經濟學家 亦是一個記者 他寫了很多文章 都是與經濟或觀察有關的 我看完這本書後 我發現這位作者的觀察力很強 亦都很深入地研究過很多經濟理論 所以這本書 是講了很多在日常生活中 與經濟相關的現象 亦都可以從一些經濟學的理論 去解釋 就好像這本書的封面 你看到是賭卸了咖啡 其中有一個篇章 在外國一個繁忙的車站 上面有一間咖啡店 那間咖啡店是賣很多咖啡 而這些咖啡是非常貴的 但為何人們會這麼樂意 用一個高昂的價錢 去買這些咖啡呢 第一 原來人們是賺到錢 另外就是那裡人流很多 而且那裡是獨視生意 只有一間咖啡店 所以這也是引入了經濟學上的危機 即是稀有性或稀少性 如果那些東西是稀有稀少的話 那它就可以賣了一個高昂一點的價錢 也說回為何車站只有一間咖啡店 第二間咖啡店是走兩條街 一外都有咖啡賣 但便會便宜一點的 那為甚麼呢 原來有少許東西也是人為的 原來就是在車站上的業主 營運的時候 它是故意的 故意容許一間咖啡店出現 它只是租給一間咖啡店 所以租到一間咖啡店之後 亦都會令到它很稀少 很稀有 那有甚麼好處呢 原來業主就可以收一個高昂一點的租金 這也是在經濟學上有反映到的 這本書亦都是在《自女行間》之中 講了很多經濟理論 其中有一件事 就是市場或經濟學上 其實都會有一個平衡 很多時在市場經濟去到平衡的時候 很多時效能是最高的 這個有少少似物理的 甚麼是效能最高呢 在經濟學上 其實就是當去到一個狀態 如果有兩個人 那個人是可以好些 但又不會影響其他人的話 即是去到最高的效能 就沒有了 即是有一個好些 但另一個人不影響 但如果在市場的運作底下 到最後都可以去到一個平衡 而去到效能是可以去到最高的 總括而言 作者是用很多生活化的例子 深入淺出 去蟬色一些經濟的理論 所以無論你是讀經濟 不讀經濟 對經濟有沒有興趣 其實都是很值得借來看的 每次都會讓你見到最高的 為了 我們都會在最高的地方 我們都會在最高的地方 您可以讓你在哪一邊